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秦始皇 将目光投向了尚未征服的岭南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 他命令大将图虽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征 然而战争的进程完全出乎了秦始皇预料 当时的岭南被称为百越之地 文化落后,民风抢汗 秦兵虽有军力上的优势 但岭南地区丛林密布 瘴气弥漫、独虫遍地 远征秦军疲惫不堪 更为致命的是 军中粮食运输困难 从北方的粮仓到南方前线 秦军的后勤保障 主要依靠陆路运输 然而丛林茂密 山高水远 这让秦军的后勤保障时段时序 在当地反抗力量的一次偷袭中 主帅徒虽 身中毒箭 坠马而亡 根据淮南子记载 秦兵浮尸流血数十万 主将被杀 没有了继续进攻的力量 与当地武装形成了对峙之势 前面这部分内容 说的就是史家所讲的秦术武岭 当一同六国之后 秦始皇将自己战争征伐的目标 对准了岭南的百岳地区 所以在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之后 于始皇二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百一十九年 发动了对百岳地区的征战 主帅就是徒虽 其他几路进军神速 在始皇二十九年的时候 就已经攻克了东欧和闽越 建立了闽中郡 在战争初期 虽然秦军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但接下来的战事并不是很顺利 就连统帅徒虽都战死在疆场当中 在有些方向的进攻路线当中 秦军遭致了当地人的奋起反击 秦军将士长达三年的时间 都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再加上关山阻隔交通不便 有的时候 士兵的粮草都转运不及 可以说当时的秦军是非常的狼狈 虽然说在五年之后 战争以秦始皇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整个战争过程当中 秦朝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了 关键的因素就在于 岭南地区特殊的地形 岭南是我国南方 武陵以南地区的概称 以武陵为界与内陆相隔 武陵由岳成岭 都旁岭 蒙竹岭 齐田岭 大鱼岭五座山组成 自东向西绵延近一千多千米 相当于是一条长长的屏障 不仅把整个岭南地区 隔绝在了外面 也把整个长江水系南下的支流切断 而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 沟通的唯一办法 就是开挖人工运河 当时在战争期间 为了转运粮草 秦始皇或者是秦朝 也想到了这个办法 这也就是灵渠诞生的最初原因了 开挖运河 是人类改造自然 运用自然的例证 历史远远流长 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十九世纪 古埃及第十二王朝 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 为了和亚洲进行直接贸易 曾下令挖掘一条 贯通东西方向的运河 用来连接红海与尼罗河 这条运河一直使用到公元前1300年 也就是现代苏伊士运河的前身 不过与后者不同的是 它是一条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 而现代的苏伊士运河 则是直接连通地中海与红海 对于当时的秦朝 兴修水利也不是第一次 公元前256年 秦国礼兵修建了四川都江宴 公元前246年 水利工程师郑国 为秦国修建了陕西郑国曲 这两大著名水利工程 前者让成都平原物也千里 成为天府之地 后者让关中盐俭地 变成万里良田 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基础 有这样的水利工程经验 和技术保障 秦始皇对于开挖一条 这样的运河非常有信心 灵渠到底是谁修造的呢 按照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 这个人叫史路 但其实啊 史并不是他的姓 我们一般只知道呢 他叫路 姓什么 现在是有各自不同的说法的 比如说 史记 《贫金侯主妇列传》当中就有记录 史坚路 凿渠运粮 深入月 就是说呢 在征伐武岭的过程当中 派出了一个监狱使 明路 去开凿一条人工运河 转运粮草 但是在淮南子当中所说的呢 则是这位叫路的官员 他的粮草转运不及 于是派出了一些士族 开凿了一条水渠 借运粮 但不管怎么讲啊 一般后世都认为啊 是路这个人 开凿了灵渠 加上他曾经担任 监狱使这个职务 所以呢 我们管他叫做史路了 我国北方 秦岭是黄河流域 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 而在南方 武岭则构成了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 南岭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 湘江等河流向北流 大多进入长江水系 离江等向南流的河流 大多进入珠江水系 岭南地区水系遍布 要开凿运河 首要任务就是在万山丛中的 江河溪流里找到南下的水路 湘里二水被岳成岭分隔 岳成岭东是横跟中国腹地 长江水系的分支 湘江 岳成岭溪 是进入黎江水系的史安水 如果在岳成岭开凿人工河道 船只就可以从长江水系进入黎江 通过黎江 进入珠江 最终到达广西的最南端 南海 通过实地勘测发现 史安水的水量 无法浮舟行船 要保证通航 有一个办法 就是从水量较大的湘江借水 那么 打通两江的最佳地点 在哪里呢 从当时的木板图上可以发现 史安水与湘江虽然没有直接相连 不过这条黎江的支流 距离湘江源头海洋河非常近 最近距离仅为1.6公里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应该就是修筑陵渠最近的位置 不过今天我们看陵渠取守的位置 并没有在这里 这又是为什么呢 根据现有的文献 以及具体工程遗址来判断 当时 这支修筑人工运河的团队 首先抵达的就是 广西兴安县城一带 他们探索的地方 正好是位于众多山岭的缺口之处 这里呢 是湘江上游的海洋河 和黎江的支流 史安水距离最近的地方 确定好了南北对接的河流 接下来就要确定取守的位置 取守是由多项工程组成的枢纽 也被称作取水枢纽 对于一条运河来说 取守位置的选择 取水位置的确定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为了保证水量充足 取守位置一般都选在河流 由山区进入平原的出口段 这样的地方地势高 河流水位也高 但是却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两条河的海拔相差太大 广西兴安县城 虽属古地平原 但整体并非一面平整 南面离江支流海拔 比湘江源头高出七米 这样的地势 会产生巨大的水位差 船只没有刹车 更不会爬楼 就算运河修通 船也无法顺利通航 我们今天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一种方式就是利用船闸技术 下游的船只进入闸室 闸室内的水位上升 船只也就随之逐渐上升 当水位达到河对面闸口高度的时候 船只就可以顺利通过 水位差距大时 就会增加多个闸室 让船一级一级通过 比如三峡大坝通过五级闸室 解决了高达113米水位落差的行船问题 这种方法 需要船只在闸室内等待水位上升 多级的闸室 往往需要更长的等待时间 于是人们又想出了另外一种 更直接快速的办法就是升船机 俗称船舶坐电梯 顾名思义 船舶进入升船机的乘船箱 通过机械的方式将船只提升 从而快速通过 不过两千多年前的广西兴安县城 可没有这样的技术 那么当时驶路的方案又是什么呢 要将落差达到七米的两条河的水位拉平 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修筑一条大坝 海洋河海拔较低 流程长 水量大 在其上修筑一条大坝 完全有可能把水面抬升起来 这样就和史安水的水面平齐了 但是如此做的话 工程量是非常巨大的 不但要竖起一道高达七米的大坝 同时还要修建一条长长的人工地上河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 并不是做不到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早就掌握了 开凿人工运河的方法 同时在攻打城池的军事领域当中 我们也有筑坝 然后通过放水淹成这样的方式 攻克敌军的记录 所以修筑一条大坝 对于当时的古人而言 并不是特别困难 那么难在哪儿呢 第一 工程量太大了 时间上能不能够来得及 第二一点 选在什么样的位置来修筑这条大坝呢 要知道当时的新安县地区 那还是草藤缠木 密林森然的荒蛮之地 气候炎热潮湿 瘴气弥漫 毒虫遍地 虽然史书当中没有提及 但是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 在当时的劳动条件 以及卫生条件之下 开挖这条运河 筑起这座大坝 一定是搭上了无数人的生命的 虽然没有史料记载 灵渠兴建时环境有多么严酷 但有一个故事 大概能从侧面证明 广西兴安县的地理条件有多么的复杂 1941年 美国将领陈纳德 曾带领一支被誉为空中神话的战斗部队 多次与日军交锋 创造了辉煌战绩 1944年8月31日 一架编号为40783的B-2次轰炸机 从广西柳州的基地起飞 顺利完成了轰炸日军军舰的目的之后 开始返航 然而 就在飞机返航的途舟 基地的雷达突然接收不到 这架飞机的信号了 信号消失的地点 就在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城西北的山栏之中 由于海拔较高 云雾密布 而且山势险要 崎岖不平 当时的民众搜寻了几个月 都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 轰炸机 连同机组的失明成员 从此之后便全部神秘地消失 秦军五十万在岭南惨遭大败 主帅屠虽战死疆场 山高水远 丛林茂密 士兵疲惫不堪 粮食运输又得不到保障 于是秦始皇下令开挖一条用于航运的人工运河 派出了监狱使使路 经过勘查 发现离江支流石安水 距离湘江源头之间近1.6公里 于是决定再次开挖运河 两条河距离虽近 但落差却达到了7米 即使是建造大坝拉平水位 对于行船来说还是非常困难 没有现代技术的古人 如何在崇山峻岭间开枣运河 又是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船只逆水行舟呢 轰炸机失踪后的第52年 1996年 广西桂林的两个青年到茂尔山去采药草 在他们走到一处名叫仙丑崖的附近时 突然被不远处的一片闪闪金光晃到了 两个青年随即想到了这里曾经流传的一段传说 太平天国的翼王石打开 率领大军进入广西时 为了躲避清朝官兵的追捕 将原本携带的大量的金银珠宝藏在了茂尔山中 难道这闪着金光的东西是失落的财宝 两个人急冲冲地走到这片金光闪闪的东西旁边 愣在了原地 这些散发着耀眼光芒的东西 只是一些生了锈的金属碎片 更恐怖的是 这些金属碎片当中 竟然还散落着零零碎碎的人骨 两人于是赶紧向相关部门报告了这件事 经过工作人员一番艰苦的调查 发现了大量的飞机残骸 经过进一步研究 确定了正是当年失踪的重型轰炸机 而这下战机坠毁的地点 距离陵渠仅有十余公里 现代寻觅尚且如此困难 更别说两千年前的秦朝 在众山之中 寻找南下的河流更是艰难异常 根据后人对于陵渠的研究发现 最早的建设者们选择的位置 是海洋河上游 大概两到三公里的一个地方 这里是南岭山脉的最低处 开渠的工程量较小 同时和史安水相隔不到五千米 另外在此地海洋河的河水 比史安河的河水 只低了大概1.5米左右 这里的河面比较开阔 水流量充足 在这里住上堤坝之后 就可以流入史安水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领取取守的位置 在今天我们修筑任何工程建筑的时候 都会使用到水平仪 标杆等仪器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 在马路上看到一些测量人员 竖起一个三脚架 上面搁上一台机器 不断地看 不断地记录 那个就是全站仪 其中也包含了水平测量 这是现代的工具 可是在当年 古人是怎么找到这样一个 非常合适的筑坝地点 来进行取守堤坝的建设的 他们怎么去找平 他们如何知道自己施工位置 是不是准确呢 那个年代难道就有了相应的仪器吗 为了找到准确的开工地点 就需要对地形做精准的测量 工程启用了一种相当先进的测量工具 水平测量仪 通过古人留下来的仪器 我们可以简单还原一下 这个仪器是如何操作的 就是在水平地面上立一个柱子 柱子上有一个空洞 可以插入木桩转洞 柱子上面放一个水碗装满水 通过水碗两端和测量地的标尺 三点一线处在同一高度 就能得出此地的高度 测量柱可以任意旋转 以它为基点 就可以测出四周任意位置的高差 通过多个测量柱同时测出的高度 经过多次测量 校正有可能出现的误差 究竟是谁发明的这个装置 已无从考据 据汉书记载 关地形 令水工准高下 开大河上力 这说明 秦汉时期已经有水利工程师 这个行当了 他们专门负责水利上的水平测量 而且已经具备了远距离和跨河流测量的能力 确定了取手的选址 接下来就是整个工程的设计 因为广西的喀斯特地貌特征 河道必须要在山卵之间穿行 与平缓河道均匀的水流不同 山地上设置的河道会有水位落差 造成水流的速度不平均 行船速度也会忽快忽慢 这给船只航行带来很大的危险 因为在实际型船中 对水面的爬行坡度有一定的要求 水面的坡度在航行术语中叫比降 适合航行的比降应该小于三千分之一的范围 即在长三千米的水路上 水位升高或下降不得超过一米 比降越大水流越急 越不利于行船 而湘江源头和梨江源头水位差 已经超过了这个范围 没有任何记载表明 实陆和工匠们是怎样找到的解决之法 领取采用了节直到市区 让船多走几个S型 采用弯道带闸技术 将航道设计为弯道 延长流进 降低坡度 虽然工程量加大 但落差减小 水的流速减缓 行船变得容易控制 原理就像我们现在的盘山公路 这样可以减缓流速 保证行船安全 所以今天灵渠的南渠和北渠都被开发成弯弯区区的样子 虽然史书当中对于灵渠的修建少有记录 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想必他们的建设工程一定是困难重重的 广西地处亚热带 雨水丰沛 洪水频发 在丛林当中施工更是危机四伏 艰难累气的工程机制 肯定经常会被大水冲毁 毁于一旦 那么如今 在兴安县城东城台岭下的灵渠渠畔 就有一块异常显著的巨石 人们叫它飞来石 关于这块飞来石 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 通过了解这个传说 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出 当年修筑灵渠有多么的不易 相传在灵渠使剑时 石鹿手下分别有张姓 刘姓 李姓三位将军参与修建 三人关系莫逆 情同手足 在修建一处河堤时 张将军带领民众风餐露宿 忍饥挨饿 经过艰苦开凿 终于修成渠道 可到了开闸放水那天 堤坝却莫名地溃坝坍塌 石鹿怪张将军不力 将其斩首 接着 石鹿再命令刘将军负责修取 冬去春来 刘将军带着民众 好不容易把垮了的堤坝气起了 谁知道放闸的那天 何堤再次溃坝 石鹿见状又把刘将军斩首了 堤坝两次莫名其妙地毁坏 让当地人纷纷议论 难道是修水渠惊动了鬼神作乱 最后 石鹿又令李将军修取 李将军历经艰辛 堤坝终于修好了 但想着放水后 自己急凶难测 不由地痛苦失声 1944年 被誉为空中神化的重型轰炸机 在陵渠附近云雾密布的山卵之中 神秘失踪 战机消失52年后 两个上山采草药的青年 无意间发现了闪闪发光的不明物体 飞机残骸和机组十名成员的尸骨 才再度展现在世人面前 灵渠修建的环境到底有多严酷 灵渠出建时 堤坝多次被大水冲垮 两位将军也因此丧命 民间纷纷传闻 此地有鬼神作怪 而李将军成为第三位驻坝者 他历经艰辛 堤坝终于修好了 但想着放水后 自己急凶难测 不由地痛哭失声 数千个民工也跟着大放悲声 哭声感动了天地 从峨眉山上飞来一块大青石 把灵渠的堤坝稳地保住了 从此没有再次溃塌 这块在大地上的大青石至今仍在 名叫飞来石 飞来石真如民间传言所说 还是另有真相 古人又是历经了怎样的千辛万苦 以勤劳智慧与勇气 建造了这条千年古渠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呢 灵渠研究学者唐兆民先生曾经讲过 当年修建河堤之时 就在飞来石不远处出现了石灰岩的山体 这里距离湘江仅有不到十米的距离 由于水流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只有质地坚硬的岩石 才能防止出现泄漏溃坝的现象 但是该地区的地质条件 却是石膏和石灰岩地层 岩层之间分布着 浴水会溶解的石膏灰泥 在这样的岩层上修筑堤坝 自然会出现渗漏溃坝现象 他们多次修建 多次失败 幸好发现了飞来石 这块坚硬的巨石 以它为基 才最终没有出现失败的情形 1964年 新安县文物部门 曾经在飞来石周围 进行过详细的考察 发现飞来石 是一块巨大的生根石 与鸟鸣山山体相连 它应该是当年 修筑灵渠石 故意留下的 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灵渠堤坝 起着保护渠堤的重要作用 为了让渠守的堤坝 更好地对抗不期而遇的洪水袭击 古人在修建分水工程时 也是下了一段功夫 湘江源头水量比较丰富 在此处建立取守分水工程 以使铃渠保持充足的水量 便于船只从湘江源头的支流 通过分水工程进入运河 从高空上看 灵渠的取守更像一架匍匐在河面上 随时要振翅飞起的战机 而分水堤被设计成耕地的梨滑形状 跟都江源的鱼嘴分水堤很像 后人叫它为滑嘴 两边的蓝水坝一长一短 呈夹角之势 分别叫做大小天坪 这个大坝被叫做人字坝 天坪是一个计量仪器 这里的堤坝叫大小天坪 说明这里的水是要被撑凉的 水量需要足够下游渠道通航 灌溉等所需 人字形的大小天坪 相较的夹角108度 小天坪长127米 在左斜向南渠 大天坪长344米 在右斜向北渠 两者长度比例为3比7 向两把固定刻度的称 三分长的小天坪分三分水 通过南渠引入梨江 七分长的大天坪分七分水 通过北渠引入湘江 这就是所谓的湘渠离三 那么灵渠为何会被设计成这样 究竟是偶然所得还是精心设计呢 我们现在在图片当中看到的这座建筑物叫滑嘴 长约170亿米 在河中平行于水流的方向 水流撞击向它坚立的前嘴石就被破分为二 它起到的就是分水的作用 同时还有保护后端大小天坪之用 有它在前分解缓冲 后面的大小天坪就不会遭致水流的直接冲击 为什么大小天坪要三七分而不是对半分呢 这是考虑到了下游所能承受的水流量 人字形大坝把迎面而来的江水正压力 变成了侧向压力 北渠流入到较为宽阔 水流量大的湘江 南渠大部分是在较为狭窄 流量较小的史安水固道上扩充凿建 指引三分水是为了防止水流溢出 或者是冲垮堤坝造成洪涝 以及对工程的破坏 现在我们通过技术测量发现 人字形堤坝两边承受的水压比是三比七 和堤坝的长度成正比 如此精妙的设计让我们不得不又一次 佩服古人的智慧 即使有精妙的设计 灵渠的修建难度也是超乎想象 尤其南渠一路都是傍山而流 途中要破掉几座蓝路山崖 在跨越分水岭及太史庙时 要从几十米高的石山身上 劈开一条河道 这样的工程在一无先进机械 二无炸药的条件下 全靠双手和简单的工具 可想而知 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困难 前辈李冰在修筑都江宴水利工程时 曾使用过一个机芯烧盐的开山办法 其操作方法是 首先将大量的木柴放在岩石边 然后点燃让大火烧起来 当岩石被烧到一定热点时 再用冷水浇上去 这样反复刺激促使石头碎裂 利用的是热胀冷缩的原理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办法也用在了领取修建中 历史五年 公元前214年 这条沟通湘江里水的人工运河 正式凿通 当时人们给它起名叫秦凿渠 那么始路也就是 督造这条人工运河的人 他去哪了呢 根据清初学者顾祖宇所著的 《独使方渝记要》里面记载 始路转响刘家接岭 有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说 始路后来举家搬迁到了岭南接岭 与他所修筑的灵渠相伴一生 根据淮南子这部书籍的记载 当时开凿灵渠的工匠 主要都是来自于北方的这些军民 战争期间 从本地征集民夫 基本是不可能的 一是当地人有非常大的抵触情绪 二呢 他们可能在你到来之时 就已经躲入到了山林之中 再有呢 当年此地的人口极其稀少 经济相当不发达 在广西北面一带 可以说是不毛之地 所以修筑灵渠的这些工匠 大部分也都是来自于原本六国之人 如此庞大的人口流动 也加速了当地的文化交流 2000年 一篇题为《桂林米粉起源探秘》的短文 刊登在桂林晚报复刊上 文中讲到桂林米粉的诞生 就跟修建灵渠有关 当时为解决人力不足 从北方调来十几万军米 来广西修渠 北方人到了南方 水土不服 纷纷并倒 严重影响了修渠的进度 使路命令手下负责后勤的官吏 想办法解决 当时勤人喜欢面时 后勤官吏就想到把大米变成面条的样子 经过多次尝试 终于把大米炸成姜 做成了一条条的大米面条 叫做面饭 吃面饭时 先调一锅酸甜适口的热汤 将大米面条下到汤里 连汤一起再盛到碗里 碗内的米粉像白玉一样好看 吃起来嫩滑可口 而且吃了整天都不饿 这让秦军将士们胃口大开 有效解决了军中水土不服的问题 如今 桂林米粉节成为了广西桂林 兴安县推介旅游的金招牌 林渠开凿成功之后 粮草转运不再是大问题 秦军越战越勇 终于拿下了百岳之地 秦王朝的疆域由此扩大了近一倍 南征大军有不少人留住岭南 秦始皇又从中原等地迁移了大量的移民 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 促进了岭南的大开发 至此 东南沿海与珠江流域正式纳入秦代版图 大量的移民来到岭南之地 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岭南之地也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 那些经林渠进入珠江水溪的船只 从中原之地带来的用品货物 也使得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 最终在这里扎根落户 并与当年 在这里扎根本没想到 在这里扎根本来的 总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里扎根本来的 线城周边的土地被大量开垦 灵渠的灌溉作用逐渐凸显 为此灵渠上建有燕坝和寒冻 用以抬高水位便于水车取水位 灌田 岭南地区慢慢繁华起来 商谷活动也随之增多 随着经航大运河开通 陵渠这条水道也更加繁忙 航行的船只也越来越大 最大载重量达到十吨 数不尽的岭南货船 经黎江、陵渠、湘江、长江、大运河 直达长安城 因为枯水季节通航困难 断航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 于是灵渠迎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公元825年南方大旱 作为岭南物资运输要道的灵渠 因为水位降低致使运输中断 唐代的一部书《贵州重修灵渠记》 就记录了这一段往事 当时有一位叫李伯的官员 奉命主持灵渠的修复工程 他亲临现场进行了详细考察 他眼前的灵渠状况是这样的 年代近洪远 斗房近坏 江流且溃 渠道碎浅 缠缠然 不觉如淡 显然要想恢复通航绝非一失 而且除了通航 李伯还要解决枯水期 行船困难的问题 在随后的修复工作当中 人们使用了一个 影响后世水利工程学的办法 那就是斗门 斗门相当于现代的船闸 是为控制取水的蓄泻而设 古斗门与现代闸在形态上有很大的差异 但作用原理和基本构成是一样的 在渠道的流浅水极之处 用加工后的巨型条时 在渠道两侧 契柱成两个蹲台 叫做斗 斗的形状有半圆 圆角方形 半橢圆形 梯形 磅壳形 月牙形 和扇形多种 以半圆形居多 在宽核槽中 一侧蹲台后 还设有碱水坝与岸相连 既减少了蹲台的工程量 又解决了迅气过水的问题 蹲台上预留有安装抖杠的槽口和石嘴 还有用来系绳 固定色斗设备的牛鼻孔 岸上装有系船柱 柱上刻有斗的名称 以便船工辨认形成 称为将军柱 斗的蹲台建在修整过的岩基上 口门底板大多为修整过的胶石 也有的用筷石补气成平面 以防冲刷 各别的也有卵石沙粒之地面 因渠道情况不同 相邻两斗间的距离有很大差异 距离大的可在两公里以上 最小的在一百五十米左右 相当于一组多级船长 这在世界运河史上占据了领先地位 国外水利专家敬佩地将《灵渠斗门》称为世界船渣之父 《灵渠》上增设了斗门 官员于孟威所写的《贵州重修灵渠记》当中开始有的 同时因为需要人工升降 为过往船只提供服务 斗门还催生了《守斗人》这一特殊的群体 斗军 按照有些资料显示 斗军最早出现在哪个年代尚无定论 目前比较明确的是明代就有一支叫斗军的队伍 古代的斗门到底是什么样子 斗军又是如何开启和关闭斗门的呢 斗军色斗的工具非常简单 一般由木头 竹片和竹席等组成 射斗时先把斗杠插入取底的石孔内 上端斜靠在斗盘的凹口 再将杠底的一端插入水下 这样就形成了斗门的框架 起上再铺斗拼 斗垫 一做斗门就做好了 做好的斗门可以阻止取水大量下泄 但又不至于完全截断取水 因而斗门以上的水位可以慢慢升高 斗门以下也不会断流 如果下游的斗门也堵塞上的话 水位便会逐渐升高 没有问题 尽量一下 绝了 出品 而来 所以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是在没有钢筋和水泥的年代 如何让这个长期承受水流冲击的大坝 拥有稳固的能力 尤其大小天平大坝的下面 是十几米厚松软的卵石层 按照常规的办法修建大坝 在河水不断的冲击下 会掏空大坝下面的卵石层 大坝也会在转瞬间崩溃 因此 怎么修建这个沿用千年而不崩的大坝 一直是个谜 1979年的时候 领取当地水利专家 重新修建大小天平坝时 这个谜底终于被揭开了 专家们惊讶地发现 古人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 用松木来巩固坝基 在沙石上 首先用树直的松木来打桩 像盖房子一样 平着铺 纵着铺 再修建石坝 这样的话 水坝就可以历经千年而不倒 在中国民间工匠当中 有这样一个说法 上水千年山 下水万年松 松木富含松枝 能够防止地下水和细菌 在水下可以牢牢抓住松软的鹅卵石 同时松木还具有较强的吸水性 干燥的松木制成了地桩 打入地下之后 它会使劲地吸水 体积就会膨胀 这样一下就和包裹它的土壤 紧密地贴合在一起 地基就变得比较牢靠了 为了确保大坝的安全 古人还对坝面进行了特殊处理 古代没有水泥这样的建筑材料 为了让坝体牢固 就将片状的石头竖着插入取底部 石块间挤靠紧密 形成榆林状 被称作榆林石 大小天平坝坡面有数百米长 宽度达二十多米 全部被榆林石铺满 在水流年长日久的冲击下 这些石板会往下越插越深 水中泥沙 亦会渗落到石板的缝隙中 泥沙越积越多 石片挤靠就越紧密 坝体也会越牢固 这个气造结构也改变了水流形态 经由凹凸坑洼的榆林石表面 水流形成了一种翻滚的运动状态 水是滚着流过坝顶的 大小天平也因此被称为滚水坝 如此一来 水流不仅被极大减缓 其翻滚的流动 亦减轻了直向直流的冲击力 鱼林坝 可谓是凌渠一项充满智慧的 独创建造工艺 在广西新安县荣江镇连堂村 凌渠流经的地方 有一块约三平方公里的大平地 叫石马平 老人们都说呀 此地曾经树立着一匹 用石头刻成的马 现如今呢 石马早已不见踪影 此地却依然叫做石马平 石马平在当地村民口中 还有一个外号叫千个堆 意思就是说呀 这里曾经密布着上千个古墓 那么这千个堆 石马平与修建灵渠之间 有着什么关联呢 这个秘密在1984年的一次考古中 被揭开了面纱 1984年 新安县荣江公社 连矿大队的社员 在村北的石马平挖土时 挖出了一座古墓 并出土了一批文物 专家考证 是西汉到东汉晚期的陶器 其中有一件很独特的出土文物 引起了专家的兴趣 这是一件高约18厘米的 坐姿湖人陶塑像 陶涌深木 高笔 多须 裸身 陷足 与中原人士相差很大 据考古人员介绍 湖人不一定来过石马平 待石马平的位置地处 领取之畔 恶相贵古道的咽喉 湖人泳以及墓葬中各色琉璃珠的出现 肯定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 由此印证 领取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和中原文化相互传播交融的路径之一 汉武帝之后 广西与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往 变得日益频繁 先后建立了广西东道 广西中道 广西西道 三条水上丝绸之路 他们都是在灵渠 沟通南北水路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中原来的很多货物 相当大一部分 是通过长江转入洞庭湖 进湘江过灵渠 再进入西江贵江后 抵达各个港口的 广西的河浦 是海上丝绸之路 最早的始发港之一 而河浦背靠的交通支撑 正是灵渠 到了宋代 灵渠的交通作用更为明显 据桂林市制记载 到了宋代 经灵渠北上船只所运的 除了带帽 珍珠 象牙 陈香等珍贵的进贡品之外 还有粮食 食盐 百货 和银器等贸易商品 从这些记载也不难看出 灵渠之上的货物贸易 有多么的频繁 上世纪六十年代 随着交通建设事业突飞猛进 灵渠的航运功能 已经被完全替代 但灵渠的作用并没有荒废 唐朝时 灵渠上就建有燕坝和寒豆 用以抬高水位 便于水车取水灌田 新中国城立后 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 兴安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 1963年3月28日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简博赞 曾在参观考察千古灵渠后 写下游灵渠 盛赞灵渠胜似银河水 流入人间灌到粮 直接称颂灵渠的灌溉作用 时至今日 灵渠仍然发挥着灌溉和补水作用 流淌了两千多年的幽幽黎江水 依然用它干裂的清流 润泽着广袤的岭南大地 灵渠每年可为黎江补水 1.1亿立方米 灌溉着两岸6.5万亩农田 灌区覆盖兴安县的五个乡镇 186个自然村 受益人口近6万人 2018年 灵渠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为了重现灵渠的航运功能 水利专家们从未停止努力 在经过了一系列修缮和整治工程之后 2018年1月9日 灵渠一期复航 灵渠航运功能在中断了数十年之后 重新复活 福州过岭 千州进发的景象再度重现 这座远在岭南穿越古今千年不倒的灵渠 正在被更多的人知晓 秦灭六国 统一大势势不可挡 武岭从山千里之遥 横更南北 长江和珠江无法沟通 致使岭南孤悬在大秦帝国之外 历史进程没有因为地理的阻隔而停止 勇往向前 灵渠的挖掘艰难而凶险 勇敢的古人展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和丰富的想象力 使灵渠成为古代水利史上 一向惊人的创举 也成为中国连接世界 和构建中华民族的完整性的重要通道 来自战国时期的巨大青铜鞭中 能够发出怎样的声音 三千七百五十五个字的错经名文中 蕴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解码科技时系列节目 文物新生计 千古绝响 传世编中 下期不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